日前,随着本赛季中超联赛还有两轮就结束,赛季最佳球员悬念就将揭晓 中超联赛最佳球员一般都是出自冠军球队 另外一些个人能力极为出色的球员,要是在数据上有耀眼表现 那么他也会成为赛季最佳球员 曾经的复利射手扎哈维就靠着出色进球效率斩获联赛MVP 那么本赛季最佳球员候选有哪些佼佼者就成为了球迷关心的话题 首先,来自山东鲁能的两位汉将费莱尼和孙准浩 不出意外都将位列本赛季最佳候选人 费莱尼自从加盟鲁能之后,他就有可圈可点的表现 上赛季鲁能可以在足鞋杯上拿到冠军 就跟费莱尼在前场表现出色,有较为直接的关系 本赛季费莱尼在鲁能为球队打入9球,并且贡献了多次助攻 鲁能与河北队争冠的关键战役中 费莱尼就在重压之下打入了力挽狂澜的进球 当时鲁能在比赛中背上了沉重的压力 一直无法敲开河北队大门 关键时刻费莱尼站出来了 费莱尼打入了首开记录的进球 为泰山队2比0完胜锁定了胜局 所以费莱尼成为中超赛季最佳球员候选 就是实质名贵的事情 另外表现出色的鲁能球员 还有韩国球星孙准浩 孙准浩被鲁能球迷视为球队本赛季最佳影员 一直在比赛中有能功擅守的表现 孙准浩在鲁能两场夺冠关键战役中 都有进球救主的高光表现 相比于费莱尼 孙准浩拿到赛季最佳球员的呼声更高一些 至于来自上岗的奥斯卡 个人能力确实出色 有单场比赛贡献四次助攻的高光表现 只是奥斯卡在一些关键比赛中 总是习惯性隐身 最终让上岗被鲁能力压 无缘本赛季联赛冠军 综上所述 孙准浩很有可能成为中超赛季最佳球员 罗掌柜